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后来灾民和港府之间 为了安置问题曾经发生过争执 最后当局答应在沙田缝地建屋 容纳灾民问题才解决 港督尤德卓氏在82年今天 发表上任之后第一份施政报告 第一次透露中英双方 已经正式在北京 展开香港前途谈判 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第一阶段谈判 不过这个阶段的谈判 人选内容和进度都绝对保密 当年今天大批市民一早就去到 北角借利园珠宝行排队买平珠宝 借利园珠宝行由于宣布破产 要将16万多件的珠宝平价出售 第一日有450个市民 以低于市价三四成的价钱 是买到中意的首饰 不过有些就排队 排了五个小时才进去买 2009年10月6日 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有光纤之父知名的美籍华人高坤 获德诺贝尔物理学长 高坤教授在1966年发表论文 提出以石英基玻璃纤维 进行长距离信息传递 也就是光纤通讯 凭着一条直径比头发还要小的光纤 你都代替体积庞大的千百万条金属线路 用来传送容量几乎是无限的信息 高坤教授的理论被广泛利用 造就了当今互联网的发展 被誉为光纤之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